自从19世纪以来 随着人类的进步和人权运动的发展 限制并废除死刑 逐渐成为了一种时代潮流 据有关学者统计 截至2001年 在全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中 在法律废除死刑和事实上停止死刑适用的国家 已经达到了123个 占总数的64% 保留死刑的国家只有71个 占36% 在欧洲 废除死刑甚至成为了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 此外 在美国联邦法律虽然仍保留着死刑 但已经有12个州废除了死刑 在这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中 虽然短期内还不可能完全废除死刑 但是在少杀 慎杀 防止错杀这一司法原则上 无疑具有普遍共识的 而我国同样也是将慎用死刑和逐步减少死刑 作为刑法的改革方向 并且已经有很多的法学家提议 希望我国最迟能够在2050年 也就是建国一百周年之后 实现死刑的全面废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 尽管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 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 但是直到今天 宽人慎行的贞观法治精神 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而这种精神的核心 一言以蔽之 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作为大唐贞观的CEO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在短短20年间 打造出一个标柄千秋的黄黄盛世 成就冠绝百代的仪式伟业 其根本原因之一 就在于他拥有着一套 极其高明的管理哲学 因而能够把当时低流的人才 全部的吸引到他的身边 从而发挥出空前绝后的创造力 从武德年间起 李世民的麾下 可谓是谋尘如云 猛将如雨 到了贞观时代 各种人才更是纷纷涌现 积极一堂 出唐四节中的卢赵林 就曾经描述过贞观一朝的人才盛况 于世男李百耀 称文本许敬宗 知首以文章尽 王规魏征 来济储岁梁之辈 以财术县 贤能起自不义 魏为倾向雍容侍从 朝夕献纳 我之得人 于思为胜 贞观的人才集团 不仅在当时是最优秀的 而且跟七大朝代比起来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如王夫之所说 唐多能臣 前有汉后有宋 积所不殆 那么贞观一朝 人才背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换言之 李世民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 究竟有何秘诀呢 贞观元年 李世民刚刚上台执政 他命当时的左仆社 风德仪负责向朝廷推荐人才 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 一直没什么动静 李世民很不高兴 他就质问风德仪 风德仪一脸无辜的说 这不是臣不尽心 而是当今天下 确实没什么人才 李世民顿时脸色一沉 他说 君子用人如器 各取所长 古之智智者 岂借财于 异待乎 正唤己不能智 宁可无一世之人 风德仪无言以对 只好惨颂而退 这一段话 就是李世民 用人哲学的精髓 正所谓 人才有长短 不必兼通 所以呢 关键就是要 舍短取长 然后为美 也就是说 在真正高明的 管理者眼中 每个人都有可能 是人才的 因为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每个人的身上 都有优缺点 并且都有一些 不同于他人的特点 或是特长 那身为一个组织的领袖 或者是人类资源的管理者 你就是要善于发现 每个人身上的独到之处 然后 把他们送到最适合的位置上 让他们的才能 与他们的职务相匹配 从而发挥出最佳效能 进而言之 在很多时候 一个高明的管理者 他从你身上发掘出的优点 很可能连你自己都很少意识到 甚至你根本都不曾察觉 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人才 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眼睛 风德仪显然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 因为他缺少一双这样的眼睛 无怪乎李世民会挖苦他说 从前天下治理好的人 难道是跑到别的朝代去借人才吗 是你自己没有知人知名 你怎么能够把全天下的人都给看扁了呢 但是啊 知人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魏征就说过 知人之事 自古为难 李世民自己也说过 用人之道 尤为为义 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去鉴别别人的优劣长短呢 除了从战争年代起 就练就了一双识别人才的慧眼之外 争观年间的李世民 还会不定期的召开民主生活会 让大臣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从而准确的去把握每个人的优点 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比如 贞观四年十二月 李世民就举办了一场宴会 邀请了当时正式堂的所有宰相出席 酒过三宣之后 李世民忽然用一种闲聊天的口吻 对世中王归说 爱情见识深远 而且口才又好 现在就请你 从房轩龄开始 对在座诸位 一一的评鉴 最后也谈一谈你自己 看看你的才能跟他们比起来如何呀 王归略微沉吟 而后环视众人 他有条不紊的说 滋滋奉国 知无不为 臣不如房轩龄 财奸文武 出将入相 臣不如礼记 撰写诏书和奏报事物 祥名而恭允 臣不如温艳伯 处理 处理繁杂和紧急之物 妥当而周到 臣不如带咒 持军不及饶顺 以征鉴为己任 臣不如未征 至于 机灼阳青 极恶好善 微臣与在座诸位比起来 也算略有所长 李世民听得频频点头 深以为然 众人也是大为探服 承认这王规啊 的确是都说到点子上了 实际上 李世民的这种做法 在今天的管理学中呢 就是所谓的人才测评 要做到用人如器 那你首先要知道 每个人都是什么器呀 而李世民自己 就是人才测评的顶尖高手 他对于部署们的优劣长短 可以说是动若光火 了如指掌 在贞观末年 有一次在朝会上 李世民就当着群臣的面 对长孙无忌说 朕听说呀 主贤则臣直 但是人苦于不自知 今日就请你当面批评一下 朕的得失 长孙无忌吓着一跳 赶紧捡好听的数 哎呀 陛下文公武德 跨掘古今 法号施令 誓皆立物 孙京云 江顺其美 臣顺之不暇 时不见 陛下有所掩施啊 李世民立刻把眉头皱了起来 哎 朕希望听到自己的缺点和过失 可你却一味阿谀奉承 那好 既然你们不谈 那朕今天就当面谈一谈你们的得失长短 好让大家引以为鉴 大家听一听 有则改之 无则加灭 然后李世民就从长孙无忌开始 把面前这些支宰众生是挨个的评价了一番 张孙无忌 为人善必嫌疑 应对敏捷 彼之古代贤者也是毫不逊色 然而统兵作战却非其所长 高士连涉猎古今 心术聪悟 面临危难不改气劫 为官一不思节蓬荡 唯独缺少的就是耿之归贱 终之纪念 唐简言辞漂亮流利 性情平和 善解人意 公愁交错之间 言语更是滔滔不绝 可惜跟随朕整整三十载 却无一言论及国家得失 杨师道 性行纯善 品德无可指债 但为人懦弱 难当大任 无论事物缓急 极不得力 参文本品性敦厚 文章是其所长 可是关于眼睛据点 有时又未免脱离了实际 接下来 李世民是一一又评价了 刘继 马舟 马舟 楚岁良等人 虽然总的来说 口气还算是温和委婉 但是所说的内容 那都是一针见血 入目三分 相信当时在场的这些帝国大佬 肯定听得是出了一身的冷汗 虽然他们优点 也都得到了李世民的肯定 但是身为臣子 每个人的软肋 居然被皇帝拿捏得如此精道 你不下出冷汗才怪 太宗的这双眼睛 真毒啊 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犀利的眼光 和洞察一切的能力 李世民才能 弃其所短 取其所长 并且建立起了一套 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 进而呢 打造出了一支各具所长 优势互补的高绩效团队 在晚年所住的地范中 李世民就对这种 用人如气的管理思想 做出了极为精辟的阐述 迁在之后读之 那字里行间 油然闪烁着 令人发醒的智慧光芒 李世民说 民主之任人 如巧匠之智目 职者以为元 取者以为轮 长者以为动梁 短者以为拱角 无取之长短 各有所施 明主之任人 亦有事业 智者取其谋 愚者取其力 勇者取其威 窃者取其肾 无智与勇气 兼而用之 故良将无器材 明主无器事 不以一恶望其善 勿以小侠 演其功 歌正分机 尽其所有 今人 智有短长 能有巨细 或运百而上少 或统一而为多 有轻财者 不可为以重任 有小利者 不可赖以称职 为任则成 不劳而化 此社官之当也 军人遇下 统集礼时 独运方寸之心 以阔九区之内 不自重力 何以成功 必须明知 审贤 则才分路 在人力资源 开发上 除了用人 如器 善于对部署 进行 性向测评之外 李世民 还有一个 重要的方法 那就是 不拘一壳 唯才 事举 李世民 选拔人才 的时候 从来 不论门第 不论新雇 不论华仪 不论世术 而是 看其品行才学 是否出众 有没有一技之长 即所谓 博仿 英贤 搜扬 策露 不以卑而不用 不以辱而不尊 在门第方面 无论是向 长孙 吴继 高士连 杜如慧等 出身 高门士族 还是向 房轩 林 张亮 侯军 吉等 出自 寒门 数族 李世民 对他们 则是 一视同仁 此外 在武德年间 高祖 李渊 偏重于 任用 官隆集团的后人 而到了 贞观 时期 山东 士族 也大量 进入 政治高层 如 崔敦礼 出身于 柏林 崔氏 视为 山东 助兴 历任 左卫 狼将 忠书 舍人 等职 最后 官至 兵部 上书 卢成庆 原初 泛阳 卢氏 后来也 官至 民部 侍郎 兵部 侍郎 在 新雇方面 魏征 王规 韦庭 等人 原来都是 典型的 太子集团 算是 李世民 头号 政敌的 可后来呢 却成了 他的 骨功 重臣 反而是 一些 秦王府的 故旧 由于 才学 不足 能力 有限 所以 李世民 即位后 并没有 重用 他们 这些 秦府 救人 曾经 跟 房轩 林 发 牢骚 房轩 林向 李世民 反应 但是 李世民 的 态度 非常 明确 这 以天下 为家 不能 私欲 遗物 唯有 才行 是人 其以 新旧 为差 在 对待 异族 方面 李世民 也根本 没什么 华裔 之房 的 狭隘 观念 而是 以 天下一家 不见 一敌 的 辉鸿 胸襟 大胆 的 捉用了 一批 勇猛 善战 的 异族 将领 如 以智永文的突厥王子阿什纳舍尔于贞观九年他归附唐朝被封为左旗位大将军并娶了李世民的妹横阳公主 贞观十四年阿什纳舍尔与侯军吉等人一同攻灭高昌 其后又在唐朝对高丽薛延陀西域战争中屡立功勋 此外 如突厥酱长 直师司令 铁列族酋长 气壁和利等人 也都先后被委以了重任 为大唐王朝的开疆阔土立现了赫赫战功 而在破国提拔民间人才方面 最典型的例子 当属对马周的着用 对马周的着用